上了年纪,不少人或多或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原本合身的裤子突然短了一截 没干啥重活,就腰酸背痛,背也挺不直了 这都是因为你的骨头一年比一年松 你可能被骨质疏松盯上了 但是,别发愁 生活中有些天然的增骨王可以助你增强骨质 众所周知,新鲜水果可以为人体补充维生素 及多种微量元素 使人元气满满 然而,水果的营养价值可不止于此 它还有利于骨骼健康 在前几年,世卫组织对全球近3000多名50岁以上人群做了抽样调查 研究表明,经常吃新鲜水果的人骨密度明显高于同龄人 证明了水果有增强骨质,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 以下四种水果是天然增骨王 你若常吃,助你养成铜筋铁骨 第四,梨 说起梨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富含多种维生素 水分充足,有润肺止咳的营养价值 然而,其实梨还含有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可直接作用于骨骼的生长 促进骨骼的健康 当人体摄入这些蛋白质时 就可以有效平衡人体的酸碱比例 可以减少血液中的钙离子流失 从而提高了人体对钙质的转化效率 对于积累骨量作用明显 特别提醒 吃梨一定要细嚼慢咽 要不然不利于肠胃的吸收 第三,苹果 苹果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 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一天一个苹果 疾病远离我这句俗语 苹果富含多种骨骼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如钙、磷、铁等 这些元素被人体吸收以后 有利于骨细胞的再生增强骨骼硬度 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苹果醋还是尽量少喝 因为苹果醋的酸性物质较多 如果摄入太多 会打破体内正常的酸碱平衡 会消耗更多的钙来中和 这就加速了骨钙的流失 不利于骨骼的正常发育 第二,柚子 柚子的钙、钾、磷含量较高 可以说是水果界的补钙王者 吃柚子也可以快速为骨骼补充所需的营养 有利于增加骨密度 提升骨骼活跃度 所以 平时想要补钙 养护骨骼 吃柚子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柚子性寒 如果气虚体寒的人 最好还是少些食用为妙 第一 柠檬 据日媒日刊Digital报道 日本的广岛县大气上岛 因柠檬产量全日本第一 被称为柠檬岛 有趣的是 该岛住民少有骨质疏松问题 平均寿命也比其他地区多七岁 这深深吸引了广岛大学建福祉 学部理学疗法科教授 范田忠行等人 而后 研究人员以柠檬岛上平均年龄 约61岁的居民 共90位为对象研究 以食用柠檬多少分为两组 结果显示 一天多摄取一个柠檬 骨密度平均提升0.7 定期食用柠檬的人 骨密度平均值较高 骨质疏松风险较低 这也是岛民较长寿的原因之一 研究证实 维持骨质的营养素钙 本身是一种不容易吸收的成分 但通过柠檬所含的柠檬酸熬合作用 可使钙成为肠道好吸收的形态 大约能提高10-20%的钙质吸收率 另外柠檬也具有很好的降血压效果 可预防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的成因之一 是坏胆固醇经过氧化 而附着在动脉壁上 而柠檬所含的丰富多分类物质 能够抗氧化 使得坏胆固醇不易吸附在动脉壁上 除了食补水果以外 想要预防骨质疏松 还需要做好这两件事 远离这三物 一 高盐份食物 长期大量摄入高盐份食物 不仅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 同时还会对钙质的吸收造成影响 盐的主要成分就是那离子 而它会和体内的钙质产生化学反应 让钙质还没有被人体吸收 就排出体外 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患肾结食的几率 所以年轻人清淡饮食 其实是在攒钙质 二 咖啡 咖啡有提升醒脑的作用 所以在工作之余 很多朋友都喜欢喝上一杯浓咖啡 但实际上 咖啡存在一定的利尿作用 会加速尿液中钙质的排泄 而且还会对小肠中钙质的分泌和流失 造成影响 三 肥宅快乐水 这包括了大家喜欢的可乐 雪碧等等 这类饮品中含有大量碳酸盐成分 进入人体后会干扰钙磷的代谢 同时还会破坏维生素的合成 这直接减少了小肠 以及肾脏对钙质的吸收 导致钙质流失 虽说以上食物会引起钙质流失 但越过剂量弹毒性 却是耍流氓 这些食物造成钙质流失的前提条件是 长期大量食用 如果只是偶尔摄入 无需惶恐 所以 这里就需要提醒 有钟爱这三类食物的人 一定要控制量 防止骨质疏松 还应做好这四件事 零腰营养全面 除了钙 其他多种矿物质 维生素等营养元素缺乏 同样可导致骨质疏松 要预防骨质疏松 最好的办法就是饮食多样化 来保证营养全面 维生素D维生素D3是 人体皮肤组织中的7脱筋胆固醇 经阳光或紫外线照射后形成 每天晒半小时左右 太阳可有效补充 且维生素D3 维生素D2主要存在于 肝、奶和蛋黄中 蛋白质 蛋白质缺乏 可导致成骨细胞 合成骨机制能力减退 影响骨骼健康 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 包括 禽畜肉 蛋 奶及奶制品 大豆及豆制品等 磷 磷和钙 共同构成骨骼和牙齿的主要组成成分 D磷可刺激破骨细胞 促进骨吸收 抑制骨形成 引发骨质疏松症 富含磷的食物包括肉 蛋 动物内脏等 植物中的干豆 海带也富含磷 但吸收利用率较低 注意 高磷同样不利骨骼健康 适当摄取即可 维生素K 维生素K 参与骨钙素合成的缩化过程 缺乏同样不利于骨骼健康 绿叶蔬菜 富含维生素K 如菠菜 木栩等 肉蛋奶也富含维生素K 与骨质疏松 与骨质疏松相关的营养素 还有很多 像维生素A B C 心 福 铜 萌等 都与骨骼健康有关 不必一一去补充 只要日常生活中做到饮食的多样化 肉蛋奶 五骨杂粮 蔬菜水果 吃得全面一点 营养自然也就更全面 02 适当运动 人体在运动时 产生的机械刺激 能够改变骨骼的构型 每天坚持适当的运动 有助于骨骼健康 相反 长期不喜欢运动的人 则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 缺乏运动 也是骨质疏松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 有研究显示 运动强度在最大运动限度 70%至80%的运动 能对骨密度器保护作用 但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 不宜天天进行 每周二至三次 每次15至60分钟左右就可以 此外 要维持骨骼健康 日常应坚持中低强度的体育运动 03 该用药要用药 前面已经介绍了 骨质疏松发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 缺钙不是唯一的原因 所以 补钙也不可能解决 所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中老年人 注意自己骨骼健康的问题 当骨质疏松发生时 要及时去医院做相关检查 查明骨质疏松发生的原因 然后再进行治疗 而不是一上来就开始补钙 甚至只补钙 也不去做专业的检查和治疗 对于患者体内钙缺乏的情况 可能需要通过药物补充钙和维生素底 对于有内分泌因素参与的患者 则可能需要使用抗骨吸收药 促进骨形成的药物进行治疗 抗骨吸收药 磁激素 蕴激素 降钙素 二磷酸盐类等药物 促进骨形成的药物 孵化物 益黄酮类 甲状螃蟹激素 雄激素 维生素K等药物 中药 患者也可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 使用中药或中程药辨证治疗 零四改便不良习惯 要预防骨质疏松 在生活中尽量远离烟 酒 咖啡 浓茶 碳酸饮料等不利于骨关节健康的物品 有些人总喜欢说某某抽烟喝酒 一辈子还长寿 千万不要用个力来麻痹自己 这样的生活习惯个别人可能没问题 但大多数人则陷于疾病 同时 患者也要坚持适当的运动 避免缺乏运动 导致骨关节不健康 想要让骨骼健康 远离骨质疏松 那在年轻时就应该打好基础 做好以上五件事 如此五十岁 还能拥有健康的骨骼 以更好的身体素质 来迎接老年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